接下来我现在要讲 刚刚你看用Excel 它是会打开会变成是乱码 好那现在我要跟你讲 这套软体就是 如何把那个编码模式 自动叫出来 这也是这一类的软体的优点 重点 因为它要做自动 数据清理 好这一个档案 我们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是使用本极端Excel 去处理好的一个档案 它的编码是BigFi大湖码 如果你今天是从网路上 网页上去下载下来的数据 像我刚刚是不是把数据放在 那个Google云端硬碟里 让你们来去下载 这个的档案编码是UTF-8 简单的说啦 你一定要知道本极端产生出来的 本极就是你自己的电脑 那不可自己产生出来的 它都是大五码 如果你是来自于网路 网路上的档案 好 那这个档案 你就一定把它想象成是UTF-8 好了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我刚刚从网路上 就是请你们下载下来的 所以它的编码模式是UTF-8 记录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请点往下的三角形 这个档案往下的三角形 文字档案属性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记录在这边 你要跟着我一起去看 来点选这个档案 右边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文字档案属性 这边有看到UTF-8 可是如果刚刚以色尔去打开 以色尔它是只能读大五码 所以它看到现在这个UTF-8 编码模式的档案 就会变成是乱码 如同我现在 我现在刻意把它改成BipFind 有没有看到一堆乱码 好 不过不应该这样子完点 但是你要有正确观念 请改回来 UTF-8 然后关掉 这样是不是就正常了 好 那什么时候要执行这个动作呢 当你看到乱码的时候 二话不说 当你点下来 你看这边文字档案属性 然后接下来你就去看 这个字圆集就是编码模式 好 UTF-8 如果你看到是乱码 你就记得把它改成BipFind 这样就不是乱码了 因为现在不是乱码 所以这边不用修改 好 都有听懂哦 那以上这几个重点 完毕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 做视觉化分析了